大家很幸运 特别像在中国 今天是在商业务场上 王父亲 你们知道的地方想要多 你好 我很喜欢你 你好 我叫Jaw Stin 这个是Opal Space 谢谢 你好 你好 现在控制学院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平台 不仅仅是在这里教授中文 传播中国文化 而且它也向中国宣传哈萨克斯坦 国情没有哈萨克斯坦的文化 打开你学习文 哇塞 这些孩子呢都是东方学教员是中国方向 我叫赵欣 现在呢我特别开心能够跟你们在这里 做一个非常活泼非常自由的一个交流 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学中文呢 以前我学习文化 我学习文化 我认为我选择 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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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么好的国家 为什么不去选择去学他的语言 为什么不去选择去学一些他的意识 去来发展一下自己 来去让自己增加一些知识呢 嗯 因为我从小时候对中国的文化 对中国的电影感情去学习中文 嗯 嗯 为的是 好好学习 关于中国 他们这个国家的历史 的话 很重要 中文算是世界上最难的缘 啊 而是我不怕难 所以我 所以我 所以我选择 学中文 我在中文最喜欢的是 就是汉字吧 因为我喜欢画画 嗯 汉字就是一个花吧 关于中国的话 就最感兴趣的地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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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南方那边我特别想去 说是南方 还是跟我们有差异的 而且听说皮肤会变得很好 哈哈 就是 你们知道的没有想象的要多 哈哈 你们是去过中国的 今年的春天 我们去过这个中国的乌鲁木齐 然后我们去这个西安 我们参加这个上河组织的春天营 参加上河组织年轻人的交流活动 所以我们呢 感谢这个交流 认识了很多年轻人 知道关于中国这个文化历史怎么样 我们清整看一下 每一天我们知道的就是特别有意思的 比如说我们学藏族 还有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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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从建校之初就已经有中文 有了 就有了 等于说已经有28年的教学经验历史了 对 我们的专业是就是一个 一个比较总和性的专业 我们要考虑是嘛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 政治 还有那个社会本体 还有那个什么任文教育 欧阳大学跟中国的联系还是属于比较广伐的 那现在呢 欧阳大学和中国的三十多所高校 的话建立有小几个联系 我期望这一次在上学的会议中间呢 欧阳大学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也期望中华的合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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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